远方黑烟不断窜出,车辆缓缓靠近才发生这辆货车烧成了火球,车体完全毁损 国道一号五阳高架桥,南向42.8公里林口路段,在上午的10点36分 70岁的王兴司机独自开着载运资源回收物的货车经过事故发生的地点 他当时发现载运的货物开始冒烟,马上停靠路间下车检查 不过强风助长之下,火是猛烈燃烧并且冒起大量的黑烟 加上风向的关系,大火不断往车头烧,消防员到场时赶紧将火势扑灭 不过当时一旁行进的车辆都必须非常小心地闪避,看起来显向还生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,开车上路之前要确实地检查车辆 如果真的闻到焦位或者是看到冒烟,应该要打方向灯 渐进式地停在路间等待通报 而争取事故到底是因为车辆因素还是货物引发火势,还有待鉴定里情 东西新闻终合报道